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是想把我们的这个豆角呢整枝一下 上个礼拜呢上个周末我们把这个架子打起来了 然后也把这些这个豆角都扶到这个架子上了 上个礼拜呢我把这些这一排豆角都已经剪枝了底部 现在呢这一排都已经很干净了现在 这一排呢我上个礼拜还没来得及做 这个礼拜呢再把这一排再剪枝一下 这个枕枝呢这边你看枕过的就很干净很利索 然后这边你看没枕枝呢就泼泼拉拉了一大堆 你看这些这个豆角剪枝呢就是 第一个呢就是先把底部的这些土地的这些叶子呢都把它去掉 你看脏痴痴的然后呢虎到地上就很容易这个被虫子咬 招虫也不通风所以说呢第一个原则就是先把底部 靠近根的这些侧枝和叶子都把它去掉 你看看这个都折断了就直接就把它弄掉就行了 然后呢这些叶子呢不能把它全部叶子都把它摘掉 因为它还要需要光合作用 所以这些呢你先把它最底边的靠地的 拉到地下的剪掉以后呢把这些枝子呢都扶到这个你的架子上 然后呢等着等着这个东西长大了以后底部干掉的这些枝叶呢 你也需要把它再去掉 这样的话按照这个方法我把剩下的这些也都把它剪枝一下 看整枝以后呢我的这些豆角都干干净净的 然后都爬到架子上来了 你看我这个这个豆角底部的这些枝叶呢 除了靠近地皮的去掉剩下的还是放在那里 因为这样的话呢它有光合作用就可以促进这个豆角的根部发达 这样的话有利于豆角生长 如果说你早早把它所有的枝叶都打掉 那么它的根部呢就缺乏这个光合作用就长不好 所以对豆角的发生长呢是不利的 我的这些的豆角呢都已经长得出具规模了 都已经爬上架了 然后开始已经开始接豆角了 你看了吧底下的豆角 还真是长长的豆角 你都没看见 已经开始开花接豆角了 而且呢它就已经都爬到这个 你看都已经爬到一人高了 爬到这个架子的顶端了 这个鼻子厅还高了 对呀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就要需要进行打顶了 所谓打顶呢就是说把你看这个高高的枝子 这个顶儿要把它打掉 因为呢你如果说不打这个顶的话 它就keep长长长长长长 长得很长 那这样的话它的营养就输送不到 供不到那个地方去了 所以说你最好呢就是说长到一人高的时候 爬到架子的顶端了 那你就把它的顶儿把它打掉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把力量供在这个组织上 让组织去壮大发展 然后让组织上再长出很多侧枝 然后呢让它开花结果 所以说你看它开很多的花 到处都是花 你看你照一照 你看全是花 这花掉了就是小的小的小的那个豆角 哦那豆角就是这个细细长长的 对这个豆角是那种比较宽的豆角 所以说所有的就是说这个豆角爬到架子 长长了以后都要把它的顶儿把它掐掉 叫打顶儿 这个打了顶儿就是为了让底下的主干 你看 没有顶儿了 可怜 什么意思 没有顶到外顶儿 你看看 好好的头儿让你给 你看 就是每一个长这么长以后 每一个长这么长以后 都把它的顶儿打掉 真是搞破坏 打掉以后它就会 让底下的枝子再去发展去 而且它还可以从这个叶子里长出侧芽 侧芽呢再继续的结果 好像这个豆角出具规模了 对是 你看它的顶儿 挺容易打掉 看我的这个架子上 就是说除了有树枝的那个绳把它扶上来 然后呢 上面我也哼七八糟的攀着绳 这样的话让它在这个上面爬 有支撑 对 把它的顶儿打掉 我的这一片豆角现在已经长势喜人了 好几天没看 过来瞧一瞧 到处都开满了花 看大处都是花 接着豆角 滴了当拉的 到处都是 架子上也都是全是全是花 我们前面讲过就是说这个 豆角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一定要打点 这就是蛋肥淋肥 这个豆角长开的这个花还真是挺好看的 看我这一架子豆角的花 哦 好漂亮 说明一旦淋肥充足 你看 你看 花豆角到处都是 从这里看才能看着 你看 是很漂亮 看 好像到处都是花开满了花 它这个花 现在很饱满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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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饱满 充实 结实 对 前两天呢就是说我们说过 这个豆角长得一定高度都要打点 这个顶前两天我们打过 然后看现在又有一些餐出来了 需要把它打一打 把这些高高的打掉 然后让它 往粗里发着 哦 这个豆角几天没看 长得这么旺 对 到处都是花 开的到处都是 哦 好旺盛 嗯 充足 对 这个豆角前一段 有一段时间好像比较的 比较黄 就看出来好像它枝叶比较黄 比较 所以说我们给它上了一些这个 鸡粪 牛粪 牛粪 而且把那就是用厨余做的那个水 倒了一些给它 对 咖啡渣厨余做的那个水 然后倒了一些 然后呢 这两天忙没出来 再加上热没出来 这今天一出来一看 挨怪 好像满满的全是花 开的琳琅满目的 哦 特别好了 你能看出来这些花就非常充实 嗯 这个豆角呢 就是除了打顶之外呢 它发出来的这个侧枝呢 也是需要处理的 这个侧枝需要不需要打掉 或者是怎么打掉 我也是根据情况来看 如果说这个侧枝呢 长得非常的饱满 像你看我这一颗和这两个 都是这个是组枝 这个侧枝 这个侧枝呢 因为它长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就 我没发现 没注意 它就一下子掺出来 长得很强壮 你怎么知道那是侧枝呢 因为你从最底部的那一根出来的是组枝 然后在组枝的叶子旁边发出来的就是侧枝 这个侧枝呢 因为一发它就马上就长得特别的旺 所以说呢 那我就没有打它 等着等着长到这顶上之后 我才把它打掉 但是如果说有些侧枝呢 比较弱 那我就会把它头打掉 就是说留几片叶子 然后呢 让它这样开花 结果 那这个 因为它 你看出来了没有 就是说在每一片叶之间 是开花的 所以说这个叶子 你也不能轻易的把它打掉 因为它这个花 就说它每一个叶 它都开一朵花 像这样的这个叶子 有问题 一叶之间 对 它就开花 一叶之间 它就开花 嗯 这个豆角呢 就是说在生长过程当中 除了说要注意观察侧枝 及时的把侧枝的顶 再长到三四片叶子以后 把它剪掉之外呢 还要看看这些叶子 如果说有些叶子呢 都已经枯萎了 老了 然后呢 你就要把它摘掉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一方面呢 是给这个枝 豆角通风透气 再一个就是说 如果防止呢 它生病 因为这些 已经有一点不太好了的 它就有可能有问题 所以你及早把它们 取掉摸掉 防止受病 又可以通风 因为它一通风以后 它就会长得比较好 再一个呢 就是说豆角 你看照一下这些豆角 这些豆角呢 就是在长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说好了的豆角 那么你除非是想留肿 要不的话 你就要把它们及时的都摘掉 嗯 因为呢 摘 这么论论的摘了以后 炒着吃又好吃 再一个呢 就是说 可以把营养 供给其他的枝 来长 再接新的果子 因为你可以看出来 满架子上都是花 所以说你把这些摘了以后呢 上面的豆角 就可以得到营养 就可以长得更快 所以说要在这个豆角生长 过程当中呢 要及时的把可以吃的豆角 把它摘下来 这些豆角 好像底下的豆角 就是大一些 老一些 上面的 因为底下是先长出来的 当然它要老一些了 因为它长出来最早 它时间最长 所以它就长得最老 但是 好像 看着这个豆角这么好 要是肉炒一下 对 可好吃 论的 摘下来了 对 收获的第一批豆角 而且呢 我就是说在摘豆角的时候 既然摘 就要摘一些自己喜欢吃的豆角 对 那种四季豆那种豆角 我就不太喜欢吃 我喜欢吃这种宽一点的豆角 就炒出来呢 比较好吃 而且这种宽的豆角 你要上农贸市场去买的时候 都比较贵 就是咱的这种豆角 是三个月的周期 从播种 然后到吃三个月就可以 三个月就可以 所以说现在就是 接近三个月 新种还挺好 接近三个月 所以说就现在就是说 支架满头了 到处都是 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你看到处都是豆角 现在开始就可以 每个礼拜都能吃到豆角了 对 这个豆角就是说 还有一个就是说 豆角大概就是三四个月 就是一期 所以说你一般的一年 可以摘两季豆角 所以到七月份的话 就是说六月下旬 你就可以再 六月下旬或者七月初 你就可以再育一些种 然后呢 等着这些豆角都长势过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把这些豆角拔掉 然后换成余域的新种来 那就是什么春豆角秋豆角 对 可以摘两季豆角 可以摘两季 对 豆角可以摘两季 这个豆角或者是任何东西 你想留种的话 最好是底部的这些东西留着做种 你要想留种的话 因为它就是刚长出来 然后这些东西就是说 它比较容易长得饱满 然后呢 做种子呢 它将来的生命力比较顽强 比较强 所以说要留种的话 最好就是留底部的 最早发出来的这些豆角 什么东西都是 要留种的话 最留刚出来的 然后呢 就是留几个就够你摘的了 好 这个豆角 非常的旺 每一节都长 这个豆角呢 其实它的叶子不是很多 你看它每一个枝子上 其实没有多少叶子 而且它每个叶子之间呢 它都是都开花结果 所以说呢 如果说不是说有病虫害 不是太茂密的话 你就那个叶子也不需要打掉 因为你看整个一根上面 没有多少叶子 不知道大家的豆角都长得怎么样了 希望大家呢 都能尽快的吃到自己种的豆角 好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